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日誌時期的經濟發展這個部分 好 首先今天我們要講到的部分是 日誌中期的農業改革跟日誌後期的工業化發展 那同學可能有發現是只有中期跟後期 那前期在幹什麼呢 很簡單就是我們上次講過的 在做台灣的舊習慣調查 先了解台灣人還有基礎建設的部分 那該有的東西大致上都有了之後 才有辦法開始做其他部分的建設嘛 對不對 就像你蓋房子你一定要先有地基 你才能夠往上蓋 就像你念書你一定要先從基礎的開始學起 你不可能一剛開始就跨到非常艱深的範圍 那一個地區或一個國家它的建設也是一樣 它一定必須從最基本的東西開始 那什麼是最基本的就是我們之前講到的 比方說像土地啦 土地改革啦 比方說像渡樑橫啦 交通啦 各個方面的調查都要先清楚 先知道這塊陸地 這個地方 這個島 這個區域它能夠提供什麼樣的資源 它有什麼樣的優勢 那必須先從這些條件下去衡量 那大致上都底定之後 也就是說在講義的25頁大致底定之後 就可以進到講義的26頁 我們就會看到在日治中期 那台灣身為日本的殖民地 那日本會需要台灣提供什麼呢 第一個部分當然就是農業資源 因為我們的緯度比日本低 所以我們的生長季 我們的雨量甚至都比日本多 因此我們在農作物生長上面的條件 就會優於日本母國 那技術也許不是最高 但是殖民母國就可以將它的農業發展技術 帶到台灣 所以也可以請同學稍微注意 台灣的農業改良是很厲害的 那農業改良的基礎 也就是奠定在日治時期 所以我們接著就來看一下 日治中期的農業發展的情況 那先可以先給同學一個 我們上次是不是有填到前面對不對 對 農業的部分已經有提到 那上次我們也有講到那個第二點的圈圈三 就是總督府曾經舉辦大型的博覽會 叫做台灣博覽會 那就是要讓全世界知道說 我們日本雖然是一個比較新的帝國主義國家 所謂帝國主義就是那種會向外侵略 去找殖民地的 那日本算是比較年輕 比較新比較小的帝國主義國家 但是他們在殖民的能力上面 並沒有輸其他的歐美大國 所以他們為了要向全世界展示 他們有很厲害的地方 所以就辦了這個台灣博覽會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這個是史政40週年紀念台灣博覽會 1935年昭和10年日本統治台灣40週年的時候 就在當年的10月10號到11月28號這50天的期間 於台灣各地當然是以台北為主 舉辦博覽會 那其中的一個會場 這個會場真的是歷史悠久到現在 就包含了現在的花博那個地方 還有228公園 這兩個是非常大的主場館 那這個是台灣博覽會的海報 有看到嗎 主辦台灣博覽會 然後那個後援就是背後的那個指導 就是台灣的總督府 然後這個是第一會館 這個是入場圈 還有人還留著 還參加過 很酷 那這個是台灣博覽會的會場 這個好像是228公園的 還是花博會館的 我忘了 那你看其實當時候 其實我覺得還滿厲害 那當時候台灣就有 其實看起來很現代化的建築 你說這個照片撇開它 黑白不講 如果它是彩色的 其實這個建築在現在來看 你也不會覺得它很很舊 或者很古老的那種感覺 很old school 那樣子 不會耶 對不對 很進步 果然有下了一番苦工 好 那這位是八田羽衣先生 八田羽衣先生他對台灣最大的貢獻 當然就是蓋了迦南大村 迦南大村蓋好之後 使台南原本是漢田 可是可以因為灌溉的關係變成水田 就可以發展那個稻作 所以國民政府後來撥遷來台之後 其實拆掉了很多日治時期的銅像 那像那個兒育後藤 直接被搬到博物館裡頭去 可是那時候還不是一個博物館 就是被搬到有點類似像儲藏室 然後就把他們的銅像塞進去 塞在裡頭 那有一些銅像是直接被拋棄 不過比較特別的是 這個八田羽衣先生他的銅像 卻至今仍然被保留 被保留在哪裡呢? 你可以看到左邊這個銅像很有名 就是八田羽衣先生他坐著 他坐在一個地方 然後他的眼睛好像看向某一個方向 他眼睛看向的那個方向 就是烏山投水庫 所以你現在只要到那附近去 還是可以找得到這個銅像 好 那右邊是他本人的照片 就是有一種先生你沒睡飽嗎的感覺 對不對 好 日本跟韓國小眼睛很多 但是我們不能夠外貌協會好不好 眼睛小不重要 重要是他對我們的貢獻很大 加南大盾在西元的1930年完成 水源主要來自烏山投水庫和濁水溪 所以主要就是灌溉加南平原 好 這個使農產量比原本還增加了好幾倍 成為全台最大的股倉 那同時看到左邊這個是當時候 剛落成的時候放水 那這個是現在 結果你仔細看你會發現 什麼 根本沒差 所以他的工程一直到現在 我們現在只是把他的比方說增加建設 讓他灌溉的範圍變大 我們只是做這些事情而已 但是他的那個主建築 好 這個水庫他最主要的部分 到現在都還一直造福我們 好 這個是當年正在蓋的加南大盾 然後右邊是加南大盾的公式圖 就是他畫下來然後讓大家知道 就是當時候的工程是長這個樣子 你看那個時候一片荒芜耶 這是加南平原耶 你可以想像嗎 當時候是一片荒芜耶 然後當時候真的是種什麼就死什麼 種什麼就死什麼 因為南方實在是西南邊實在太缺水了 所以這個加南大盾改變台灣非常多 好 這個是俯瞰烏山投水庫 加南大盾的工程就包含烏山投水庫 所以我們上次其實有講到那個哀傷的故事 就是在八廷雨衣失事之後 他老婆實在是無法接受 然後太想念他了 所以最後就跳烏山投水庫 就是去找老公了這樣子 好 那因為那個烏山投水庫 就是一方面是他們家 就是都一直住在這附近 因為當年八廷雨衣就在這個地方 興建工程嘛 好 那另外一個方面就是 就是對老公的懷念這樣子 好 接下來這位是基永吉先生 那基永吉先生的貢獻是在農業改良 他把日本米跟台灣米混種 那當時候台灣的本土的叫做再來米 這個再來米你現在要吃到機會比較少 但是真的不是我說 這個再來米比較沒有比較硬 然後你可以感受到那個米一顆一顆一顆的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同學跟我一樣 就是其實我很喜歡吃那種黑米或者是五穀米 其實我沒有特別喜歡吃很軟的飯 那個用大銅電鍋如果水太多蒸出來的 我都會覺得有點太軟 就是我滿喜歡吃那種有嚼勁的米飯 但是這個再來米 他已經超越嚼勁這件事情 就是有一種 就是天兒啊 我到底在吃什麼 不是說不好吃啊 但是就是那個口感有一點委屈 你知道嗎 對 但是以前能夠吃上一碗熱騰騰的白米飯 其實就已經很可貴了 不能嫌棄 只是日本人就覺得 這台灣人是不是也太可憐了 這個再來米真的是不是挺親切的 那於是這個基永吉先生 就把日本米跟台灣米進行配種 於是就出現了一種仙女般的米 就是這個米既有彈性有嚼勁 然後又沒有再來米那麼的硬 那軟硬適中 非常非常的好吃 然後當年配種的就是農業改良的地點 在今天陽明山竹子湖這個地方 那麼這個米種出來之後 被送到日本去參加米選美 結果一泡而紅 然後很多人都很驚訝這米來自哪裡 快來發現它來自台灣 於是它就被稱呼了一個名字 叫做蓬萊米 因為我們台灣是蓬萊仙島 所以就被取名叫蓬萊米 OK 所以就變成我們現在大部分吃的都是蓬萊米了 以前早期有再來米這樣子 好 這個是基永吉先生的紀念室 就是當年的那個農業改良的地點 一樣在陽明山的竹子湖 這個都有保留下來 好 現在你看到的就是那個陽明山竹子湖 最早種蓬萊米的地方 台北的同學應該有去過陽明山竹子湖吧 他有一些活動啦 就比較有名的是接下來三四月陽明山的花季 然後好像進入五月多左右 時間如果不對的話 麻煩大家自己看一下那個陽館處的公告 就是陽明山風景管理處 就是國家公園的那個公告 因為你們老師我並不是一個很喜歡花跟草的 就是我沒有那個少女夢幻這樣子 沒有 所以那個每次花季對我而言就是恐怖的塞車 所以如果你問我要不要去看花 通常我會直接先拒絕 對 所以就是一我不喜歡塞車啦 二雖然花是真的很美 但是那個人擠人 然後再加上我本來就沒有很喜歡植物花花草草的 所以我實在是對那個時間點不是非常的清楚 對不對 那但是應該是四五月吧 因為季節過了就沒有囉 就是可以到陽明山的竹子湖這個地方採海域 然後很多大學生很喜歡去採海域 因為就是好像幾十塊吧 然後你進去海域田就可以採個幾支海域 就我也不知道我人生只有採過一次 然後那一次我還就是以飛速把海域採完 因為人超多的 然後那次讓我印象很深刻 是因為那個海域田其實裡頭都是爛泥 然後我有朋友為了要追一個女生 他就自告奮猶要幫那個女生採海域 那為什麼要幫女生採海域呢 因為那個女生也很有趣 那個採海域的地方都是爛泥 所以像那天我為什麼有辦法採那麼快 是因為我們幾乎都是短褲短袖 然後頭髮都是扎起來 就是沒有要走浪漫路線 然後我們看到要哪一支海域 然後我們就要嘛就跨過去 要嘛就是你弄到泥土也沒在怕 因為我們甚至都穿夾腳駝 那就是整個沒有在怕 這樣整個走一個豪氣路線 所以我們很快的就進行完這個 不知道不知所謂的活動 但是因為我朋友他當時候想要追一名少女 但我們跟那名少女也不熟 所以我們當天要出發的時候 我們才發現那名少女 把採海域這件事影響得太浪漫 所以他穿了一身雪白的洋裝跟白色的鞋子 要去採海域 我們大家都傻眼 就只有他是公主你知道我們都流浪漫 然後我朋友就覺得沒有關係 女生就是要站在旁邊看就對了 你要哪一株然後我來採這樣 然後所以就他就下去了 那他那個下去不是說他就下去採海域 採海域是一定要的 他就下去那個泥泞了 因為那女生就是清點了一隻 大概只有 Tom Cruise就是可能有辦法踩到 或者是超級英雄系列才有辦法踩到的 一朵海域 因為他那個位子實在是太神秘了 真的太神秘了 結果我朋友就下去了 他下去之後我們就拋棄他 因為他身上都是爛泥 沒有人知道要怎麼樣帶他下山 這是我對於採海域這件事情唯一的印象了 所以如果你真的 就是我朋友都覺得我很煞風景 因為每次人家都會問說 欸 陽明山祖祖那邊有什麼好玩的 然後我真的我真的都會回答 喔 那邊有以前日治時期基永吉先生 蓬萊米改良場 然後他們就沒有別的了嗎 我說有有有 採海域啦 採海域 對 OK 那後來就是我到之前之後才知道原來 那個地方還有另外一種活動啦 這個也不算是個活動 就附近好像有很多的野菜園 就是山野菜 有滿多的餐廳 所以也會有很多的 爸爸媽媽在假日的時候 會帶小孩到那個陽明山竹子湖 那個地方去吃飯 所以其實陽明山竹子湖 對於整個陽明山國家公園 就是他在整個陽明山國家公園 對於我們而言其實算是一個 我們比較容易會去的地方 你可能十個人裡面 可能也許只會有五六個人去爬古道 陽明山古道嘛 對不對 好 那只有少數的人 可能會想要往上面去看瀑布什麼之類的 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應該會到達 這個陽明山竹子湖 那那個竹子湖真的有一個 也不能算是一個看台 就是有一個山崖邊 是可以看到這個提鐵的 好不好 那所以希望呢 就是同學在上完今天這一節課之後 如果你再有機會到陽明山竹子湖 去看海域的時候 可以那個遙想一下當年基永吉先生 就是在這個地方進行蓬萊米的品種改良 好 那陽明山竹子湖本身是 火山作用所形成的燕色湖 就是火山的那個岩漿噴發出來之後 塞住河流的河道 那河流的河道不流通之後 他就會變成湖泊 所以他是屬於燕色湖的一種 他在地科或者是地理上面 也都有他的特殊性在 好不好 所以有空可以來這個地方走一走 這邊很漂亮 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日治時期 甘蔗跟稻米的產量圖 先幫同學矯正一個觀念 就是很多同學會想說 老師那個甘蔗啊 他不是一路從日治時期 從荷蘭就種到現在嗎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 會有同學還把觀念停留在那個清零後期 就是茶糖樟腦 那我們有看過那個數據 我們發現茶糖樟腦這三樣當中 乙糖的產量 我不是說產值 產量是最高的 所以有的同學會一直記得就是 蔗糖很多 甘蔗很多 那甚至我們知道日治時期 台灣被稱為糖葉王國 那其實你們的觀念都是對的 就是你有這樣的想法都是對的 但是老師在這裡還是要提醒同學 因為再怎麼樣 甘蔗他都是經濟作物 稻米他才是糧食作物 所以哪一個對於老百姓 對於日本母國而言 他的需求量會比較高 當然還是水稻 所以說我有同學說 老師那個數字比較高的 因為他有時候不會直接給你 上面不是有畫植物嗎 他可能不會給你植物 他會直接給你旁邊的那個量 比方說他給你公燉或是萬蛋之類的這樣子 然後但是會有學生會覺得說 那應該還是要甘蔗比較多 因為台灣比較熱我們才能夠種甘蔗 可是日本他們沒有辦法種甘蔗 那重點就是在這個地方了 其實有時候有一些觀念 你不見得是錯的 但是你可能忽略了某一些地方 比方說你覺得台灣要種很多的甘蔗去彌補日本 所以甘蔗應該比較多 然後日本本身自己可以種到米 這些就是我跟你講 他也許觀念都對 但是你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 台灣畢竟是一個殖民地 我們的目標就是要供應母國 我們就是要供應他們 讓他們吃 今天他們重不重是他們的事情 但是以台灣這個殖民地來看 又以糧食作物跟經濟作物來比較 當然糧食作物會比較高 OK 所以你會看到那個水稻 你會看到他多少萬蛋 不要念萬十 拜託 萬蛋 多少萬蛋 一個1200欸 對不對 然後稻米呢 然後甘蔗的數量相較之下會比較少一些些 那但是這個部分就是給同學一個觀念而已啦 好不好 不過你還是要記得台灣還是唐葉王國 好 那台灣早期是以種甘蔗為主 一剛開始的時候為了提供日本 可是後來自從蓬萊米出現了 所以就越種越多 那蓬萊米是在1920的時候農業改良的 所以你們看到1920之前其實產量都普通 因為那個再萊米日本吃不習慣 可是你看到蓬萊米1922年 他一改良成功出來之後馬上增加400 OK 好 那接著就一路上去了 好 然後因為稻米跟甘蔗 在當時候都會集中種在嘉南平原 不過你把地理男來想啦 稻米是全台灣都可以種 但甘蔗一定要嘉南平原 那但是當時候就是嘉南平原本是種甘蔗 可是後來開始種稻米 結果大家就發現就是 就是這個種甘蔗啊容易被剝削 為什麼容易被剝削呢 因為在台灣有一些日本的竹式會社 有一些糖廠 那他們是日本人開的 那他們就會用比較低廉的價格 去買台灣的甘蔗 然後去製成蔗糖 他們會就是商業性嘛 所以他們要壓低成本 可是稻米就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稻米再怎麼樣 他比較難做成商業性 所以後來台灣西南部的那個農夫就開始發現 其實我每次種甘蔗我都會被剝削 那我不如種稻米還比較好 所以就產生了一個現象叫做米糖香客 那不過最後日本政府有進行調整 有進行調整 就這件事情後來就被算是解決掉了 那以後後來因為打了事業大戰的關係 所以當然就會以稻米為主了 那至於甘蔗呢 甘蔗不是不要 而是日本到後來等一下馬上就會講到 他們會往南洋地方發展 會找到更熱 土地更低廉的地方可以種甘蔗 OK 所以總規上來講可以說 台灣前期是在前半段是甘蔗種的比較多 但到後來的話都是以稻米比較多 好 那你現在看到的這一個 是台灣製塘會設橋頭糖廠 這個是台灣的第一座糖廠 那我忘記上一次有沒有請同學畫線 你們應該要填空格吧 對不對 那個很重要 請你務必一定要把它記下來 因為那個橋頭糖廠 它就是日本在台發展糖業的開始 那日本其實很重視台灣的糖業 因為當時候台灣是能夠為日本提供好的糖 最重要的地點 但日本也很可愛 就當時候為了配合比方說像台灣博覽會 為了要讓日本的國民知道 日本政府經營台灣經營的有聲有色 所以他們還對台灣拍了一系列的宣傳影片 跟大家介紹台灣這一塊寶島 然後就從各個面向介紹 所以那個影片非常的復古 而且還會說著日文這樣子 然後跟大家就是介紹說 台灣寶島怎麼樣什麼之類的 那其中有一段就非常認真的在介紹 那個橋頭糖廠 所以同學就可以感受到 這個橋頭糖廠的重要性 所以請你把它記起來 好不好 好 現在好像橋頭糖廠搭捷運就會到 現在就是觀光糖廠 台灣不是有很多觀光糖廠嗎 好 那橋頭這個就是好像捷運直接連通就會到 也還滿好玩的 反正糖廠就是有很多東西可以吃 零食 然後這東西要是有冰 有冰可以吃 可是有些糖廠的冰很好吃 有些糖廠的冰就是 而且有些糖廠的冰是那種已經做好的 就是那種雞仔冰這樣 雞仔冰也是有分成好吃跟不好吃的 可是台灣玩來玩去就糖廠特別多 你開到一個地方沒那麼好玩 大家去看到糖廠就會去一下 或是酒廠 什麼普里酒廠 然後大家就會去逛一下這樣子 然後所以他也成為現在台灣一個非常重要的那個 觀光地點 有空可以去看一看 好 接下來的這一段就是我剛跟你說的 就是日本針對台灣的智堂諸事會社拍的那個宣傳影片 所以等一下裡頭是泛黃的畫面 還有日文 對不對 可是很有趣 你就可以看到他們當時候是怎麼樣去教育他們的國民 讓他們知道為什麼我們的國家要殖民 台灣有什麼好 這個殖民地能夠給我們什麼這樣子 然後我們國家有多厲害 好 那這個影片呢是原汁原味的 我有中文字幕啦 不用緊張 好 我們可以看一下 香港人不停的 日本屍體 軍事一直在海洋 是 這是 中文咬人的 國登業 台灣人的 對 台灣人的 一人当たりどのくらい砂糖を舐めるかということで分かると言われております でありますから文明人の皆様方はどしどし砂糖を召し上がっていただきたいものであります 実際文明国人ほどよく砂糖を舐める 今ではデンマークが1年一人当たり54キロを消費しております これが世界における最高の消費率であります 次は北米合衆国人及び英国人の50キロ 日本人はどうかというと世界大戦前までは1人当たり5キロに過ぎなかったのが 今日では文化の程度も進み砂糖を原料とする成果、練乳、缶詰その他の工業が発達し 消費高も戦前の2倍以上に増加して1人当たり13キロ 日本の砂糖消費高はここ10年間に平均70万ピクルずつ増加してまいりましたが もしこれ以上産糖額が増加しないとすれば 30年後には2800万ピクルからの砂糖を外国から輸入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とになります 1ピクル10円としても総額2億8000万円という大金を外国へ出すわけであります 砂糖消費のためにこれだけの金を失うということは国家にとって大きな損失であります どうしても今後の消費増加に対応して どしどし砂糖の増産を図ら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わけであります 台湾以外の各地の産糖も今後次第に増加するでありましょうが 何と言っても部国の消費量の大部分を賄っているものは台湾のほかにありません 台湾投業の使命はこれからいよいよ重大であります 好 那這個部分我們看到的是有關於蔗糖的叙述 第一個 台湾的糖業主要都是日資的 来 同學把日資劃起来 那当时候为了吸引日本各大公司到台湾投資 提供日本資本家資金援助 这个是他们的措施 哦呀 在27頁 好 然后还有当时候记不记得那个厚藤欣平先生 有进行土地調查 那他先確定土地所有权 他才有办法把这些土地租给日本的资本家 然后这个东西指定原料采收区域 这就是防止原料的競争 就是说今天这个工厂他附近有哪一些蔗田 那就固定由这些蔗田提供原料给这间工厂 那你会说可是我不想要卖给这间工厂 不行吗 不行 不行 你就是你是这个区域的蔗农 你就要把甘蔗卖给他 这就变成你没有办法市场竞争 因为你只有固定的供应对象 那如果这个时候他想要降低原料的成本 他就故意给你很低的采收价格 你也没有办法 就是你也没有办法避免 今天假设他开一个很低的价格 因为你没有办法跟他说 拜托这价钱也太低了吧 那我不要卖你 我卖别人好了 那有时候就是假设是在一个竞争的环境之下 你听到人家这样讲 你可能说好不然再高10块钱 再高20块 就可以喊价嘛 可是问题是 今天他就是限制原料的供应区 你就只能卖给他 这叫做指定采收价格 指定采收的区域这样 那他就没有市场竞争了 所以台湾的蔗农其实过得苦哈哈的 然后保护市场 那第二个建立新式堂厂 新式堂厂到处邻里 蔗糖的品质和产量都叫传统堂布 同学把传统堂布圈起来 上面帮我写了一个清朝 清的时候叫唐布 都比传统的唐布大为改进 使台湾制唐工业蓬勃发展 台湾就成为了 关键来了世界的唐业王国 好 毕并打勾 在总督府保护资本家的措施之下 牺牲台湾广大浙农的利益 因而出现这一句话 他说第一种笨蛋 第一种 公公就是笨蛋 第一种笨蛋 这个笨蛋怎么了 种甘蔗给会社棒 就是他会种甘蔗然后提供给会社 会社就是日本的 你常会听到他讲租市会社 租市会社就是股份有限公司 所以会社就是公司 OK 好 好 就只有笨蛋才会做这件事情 那这个就是唐业发展的弊病 好 接下来看到的是稻米的部分 一样是27页 那稻米的话呢是改良的就是成功改良的代表 日本的农业专家在台湾将多年培育改良的蓬莱米 大量销往日本获得好评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地方特产像香蕉 香蕉捲起来 香蕉呢主要是种在当时候是种在也是高雄的岐山 日本很喜欢台湾的香蕉 非常喜欢 就因为觉得那个甜度啊就很棒啊 然后香蕉很香啊等等的 甚至现在日本都还有那种长得像便当盒的东西 是专门装香蕉 它的形状就是一根香蕉 然后日本也有一些贩卖机是就卖香蕉 卖一根香蕉 所以那个卖一根香蕉的风潮是从日本传回台湾的 因为以前我们的香蕉多到我们都是一把一把在卖 就是没有人在买那个什么一根香蕉之类这样子 好 那第二个还有一些比较著名的农产加工品 比如说大甲的令草编织 恒春的麻布袋 穷麻的麻布袋 好 那最后呢 这个部分是要统整台湾各阶段的农业发展 好吧 等于就是复习在27页底下 那我们先把农业这个部分整理完 然后我们再回过头去看工业发展 来第一个 荷兰时期它是第一波招募汉人来台开墾 那么荷兰其实也是把台湾当成类似殖民地 所以一样是种植荷兰人所不能种的稻米跟甘蔗 可是呢 荷兰人他当然是不吃稻米的啊 所以这个稻米是拿来干嘛的勒 很简单 拿来跟中国还有日本交换商品的时候 那甘蔗的话呢 荷兰本身就有需要了 那有引进新作物 比方说 你还记得吗 释迦 比方说 荷兰豆就是 碗豆 比方说 辣椒 这样 OK 好 后来正式制台是第二波招募汉人 那一样是种植稻米跟甘蔗 不过稻米原则上是不外销的 因为郑成功带了大批的军民来台湾嘛 所以本身就非常缺粮 然后还有发展养殖渔业 要打仗一定要有粮食 就像中文章了 就像中文章了 所以用军来刷子在那边 就像中文章了 然后再刷养 然后再刷养 现在它们就像中文章了 就像中文章了 就像中文章了 但是文章了 好 接著是清嶺時期 清嶺時期就沒有什麼招募漢人了 因為漢人就自己來了 對不對 好 前期的話是開港前 開港前也是一樣以稻米跟甘蔗為主 那單身同學不要忘記了 前期種植稻米跟甘蔗是為了進行兩岸互補 所以是送回原鄉 但是後期開始種植、茶、糖、蟑螂 這個則是為了國際貿易 那其中又以茶最具代表性 對不對 那此時台灣被稱為張腦王國 好 那日治時期的話 基於台灣是殖民地的關係 所以我們是種植稻米跟甘蔗 好 有蓬萊米、新市唐廠 那台灣此時被譽為唐葉王國 這個是兩個階段清嶺跟日治 的確保 比較好 , 北遍 平民地的那一方 差不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OK 那這個就是台灣各個階段的農業發展情況 接下來我們要看的是工業的部分了 好 這個工業他強調的是 日本本來以農業為主經營台灣 可是後來他們開始在台灣發展工業了 那理由在哪裡呢 可以從 你可以說他是兩個方向 但是你也其實說實在他也就是一個方向 關鍵就是這個東西叫做日本的南競政策 首先南競政策是從1930年代起 好 那為什麼是從1930年代呢? 有些歷史內容同學還沒有學到 所以老師在這邊簡單的講一下 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 大概也就是1930年代這個時間 全世界發生了非常可怕的經濟大恐慌 那這個經濟大恐慌造成日本的國際貿易嚴重的中斷 可是我們知道日本是一個非常依賴國際貿易的地方 以前日本很多的工業發展的原料 各式各樣的東西都必須要靠國際貿易取得 因為日本跟台灣一樣是沒有礦產的 可是經濟大恐慌造成日本的國際貿易中斷了 那日本非常的痛苦 那剛好就在此時日本又興起了軍國主義 這是不同的面向 就是經濟上遇到了這個困難 但是在政治上他們同時卻發展出了軍國主義 那同學你想在一個軍國主義很盛行的階段 如果你沒有這個東西你該怎麼辦 會去跟人家求嗎 會去跟人家拜託嗎 不會啊最簡單的方法是什麼 直接搶奪對不對 好所以日本就提出了這個 維持帝國生存所必要的 我們稱之為南進政策 就是他們想要以日本為頭 台灣作為中繼站 然後要往哪裡發展呢 有沒有看到 中國的華南還有南洋地區 就是今天的東南亞這個地方 那因為那裡有很多原料比方石油 所以為了配合以日本 為了配合日本以華南南洋為侵略目標的南進政策 那這個南進可以讓日本取得石油跟橡膠 同意這都是工業發展的原料 所以日本他南進政策之後 是不是就會在東南亞得到了其他的土地 所以他們就慢慢的把農業的重心 轉到南洋地方發展 那台灣就可以發展工業 因為工業跟農業都不可或缺 那以前只能 就是以前就是日本本身發展工業 然後台灣發展農業 可是現在因為南進了 土地更多了 所以成本比較低廉的 東南亞就拿來發展農業 那日本就把工業技術帶到台灣 台灣就開始發展工業 那什麼工業呢 軍需 所以就是以重工業為主 好 這樣子也可以為日本接下來的戰爭做準備 因為日本其實有計畫性的要向外侵略 他們想要打哪裡呢 就是中國 OK 所以台灣可以作為軍事的補給地 那當然工業發展有一些最基本應該要有的東西 比方說像電 所以為了因應工業用電需求 從前把工業用電劃起來 考試要小心他如果問名聲用電 不要選工業用電 所以就首先設立了台灣電力諸事會社 這個是現在台灣電力公司的前身 這個會考喔 台電的前身 可以嗎 好 緊接著 這個年代1934年這種都頓考會考的啦 全亞洲最大的日月潭水利發電所完工了 奠定台灣工業發展的基礎 這個利用濁水溪的水 去進行調控的日月潭水利發電所 現在還在用喔 這個是台灣新興工業發展的重要指標 從此以後台灣有了穩定的電力供給 就是水利發電 就可以開始進行 比如說機械 造船 石化 紡織 食品等輕重工業 OK 結果呢 讓台灣順利的成為日本南境的補給基地 然後第二點 同學 所以台灣從此以後 就變成了一個工業化的社會對不對 答案是錯誤的 不是說台灣的工業不好 而是因為發展的時間比較短 你想畢竟1930年代才開始發展工業 可是日本在1945年就離開了 所以這個工業呢 其實發展也不過就是十幾年的時間 可是你看像前面的農業 那個前面的農業時間都是二十幾年的 對不對 所以其實相較於農業發展來講 工業發展的時間比較短 所以台灣是變成半農半工 就是這個工業沒有辦法完全取代農業 半農半工的社會 這一點是B考題以及同學特別小心 可以了嗎? 好 那我們要特別來介紹一下南境政策 好 南境政策就是日本他們想要往東南亞 去取得工業原料還有農業原料 他們那個地方的成本是比較低廉的啦 好 那當然還有跟日本的軍事野心有關係 因為那個東南亞地方有很多英國跟美國的殖民地 然後日本有點故意性的就是想要擴張 好 所以這個南境政策 同學你記得在考試的時候 他如果問你南境政策是什麼面的發展 你就選經濟面 不要選軍事 不要選其他好不好 好 記得主要是經濟 這個是日本當時候非常重要的國策 國家的對外政策 經濟的部分 1930年代記起來囉 好 接下來的這一段呢 也是日本的宣傳影片 就是當時候他們要推動南境政策 他們就拍了一個就是告訴人民南境有什麼好處 那一樣是非常復古黑白的 然後那個有特殊口音的日文 有沒有 就是熊啾啾氣洋洋的那個日文 我們來看一下當時候 日本南境政策的宣傳影片 極ル迪 極了 極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石油、鉄、ゴム、綿花、羊毛、パルプ、ポーキサイト、鈴がある 資源に乏しい日本がこれら生存上の必要品を求める それが経済的南進であります 伸びゆく帝国の行く道もまたそこであります 認識せよ南進第一線台湾を 北進の一線は大満州の成立によって隠されました 年々100万を超える人口の掛け口として 産業及び国防上の資源開発として 我らの目前に残された新温路は南のみであります 我らは極限する 我が日本が生存権を維持せんがための 平和的発展策は南進を置いて他にないのである しかして我らの南進の第一線 唯一の足溜りは台湾であります 国民は台湾の重要さを強く認識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台湾を組織として南に進め 帝国国軍の進展は南方へ 開け南の産業と経済の生活線を 花 역尺の旅行のプログラムに進む 台湾を若干台湾 台湾 承って 国民の祭拳は ヨー・ハラよその北米を これは現今の写真が能力Stop 得 maybe not big for Moon 就是我們可以從這個地方得到一個結論 什麼結論呢 就是其實台灣很多現代化的建設 都是在日治時期奠定下基礎的 拜託不要選劉明傳 他如果講到什麼現代化 什麼西化 拜託不要選劉明傳 答案是日治好不好 劉明傳的話你可以把重心擺在 他針對台北盆地進行現代化 台北或是進行在台北進行現代化或西化好不好 但如果他講到台灣的話當然還是日本 OK 好我們起來看一下這個章節的必考題 來 Question 1 他收集四篇文章要寫有關於台灣社會經濟的變遷發展 好 哪一個是介紹日本統治的官方措施 新建縱貫線鐵路 新竹科學園區 八寶頓 林傳文 選哪一個 鐵路嘛 對不對 OK 怎麼是這個顏色 所以第一題的答案我們要選A 關鍵就是西部縱貫線 那這個竹科呢 這是民國六零年代的事情了 好 那麼開辟八寶鎮呢 這是清零前期 對不對 林爽文呢 這個也是清零前期 而且林爽文不能算政策吧 所以第一題我們要選A 好 緊接著第二題 附圖描繪台灣某時期官方交通建設 這個最可能是哪一個時期 我發現這題跟剛剛長得超像的 歷屆考題就是有這個好用之處 就是你會發現他喜歡考的東西很類似 所以你說鐵路能夠不計嗎 不行啊 對不對 來 同學兩個港口進行現代化 然後組了一條鐵路把他們連起來 這是什麼 日治嘛 縱貫線不是就從基隆到高雄 然後日治時期不是就針對基隆跟高雄進行現代化 來 OK 第三題 清朝統治後期 台灣開始推動一些近代化的建設 日治時期更加拓展 下列合者是這兩個時期共同的項目 要共同 就是流民船跟日本共同 改革閉制嗎 出鐵路嗎 公共衛生嗎 能夠補償嗎 去哪一個 V OK 流民船的時候是從基隆到新竹 對不對 那日治時期呢 就直接把鐵路拓展完成到基隆到高雄 OK 好 寫給你 清 流民船 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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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 好的 好 這是第三題 第四題 台南有八庭與一 八庭與一的貢獻在哪裡 嘉南大盡 對不對 所以水利 好 Question 5 來 農業臺灣工業日本 所以這是前期還是後期 這是前期 對不對 1930年代到底是What happened 變成農業南洋工業臺灣咧 發生什麼事情 南進政策 OK 答案選出 第五題非常的簡單 但是非常的重要喔 好不好 同學要把它記起來 那第一次斷考的範圍呢 大致上也就到這邊結束了 那我們要前進下一次斷考囉 所以就請同學 就是趕快把你的第一本講義 把它收好 然後呢 沒有藤寫好的筆記啦 或是之前有缺漏的啦 記得都要把它藤好喔 因為呢 你斷考前就再把它拿出來複習 那如果你現在整理的越整齊 你的內容寫的越多 你到了斷考前 你就有更多的東西 可以幫助你複習 好不好 好 那今天我們的課程內容就到這裡 我們下週見 拜拜 好 感谢观看